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所有的Hanningware Grandfather 12月6号 小君姐的第一场live show即将要登场 早上11点钟 我们有两场第一场是宇北辰 第二场是陈伯伟 要来听听看吗 live show来 跟小君姐展开第一场的约会 包括跟宇北辰还有陈伯伟 现场的感觉当然跟你看所有的电视 或者在YouTube里非常非常不一样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2月6号上午11点钟不见不散 当然要赶快报名 先报先赢 我们12月6号见 各位小君台湾plus 所有海内外的国人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你邀请到这位 我相信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 今天我们好不容易邀请到他 他要为我们提出的一些解答 是跟赵绍康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赵绍康在几乎30年前 1994年台湾第一次民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呢 他代表新党来参选了 而新党参选失利之后呢 选举结余款大约新台币有3亿多元 这笔款项的动向 据说导致后来他退出了新党 而了解整个事情的关键性人物 今天正式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就是第一个要跟他讨论的问题 当然聊聊现况 也聊聊他对台湾整个政局 包括中国内部的最新情势 因为他还常常前往中国担任义工 不然想到他是谁了吗 他是曾经担任过新党的党主席 也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 也曾经担任过台湾的财政部长 也曾经担任过台湾的监察院院长 猜到他是谁了 来欢迎王建轩院长 来院长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小弟 王小弟 来好久不见了 院长今年几岁啊 精神还这么好 讲话还这么清楚 今年几岁 贵庚 我今年58 58 我只有18 从这边念 这样念85才对的 是 我今年85 我1938年生的 是 85 贵着我了 85 今年 要去选举也来不及了 你今天没有去登记了 不过你以前的小老弟 赵绍康去登记参选了呢 赵绍康他登记参选 国民党要他选 叫他选副总统是吧 是 没错 对对对 可惜了他应该选总统 他选总统 人家也觉得他比较像总统 对很能干 很能干 对 是啊 好好好那我先问一个成年往事 我们先从实况隧道移到30年前 赵绍康批挂上阵 参选台湾第一次的民选总统开始 因为30年后呢 呃不是民选总统 民选市长 30年后批挂上阵 成为侯友宜的副手 听说 民国83年他在参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因为失利之后呢 呃有人说他私吞了高达3亿多元的竞选经费 那那个时候担任新党党主席的你认为 呃这批管项是新党的支持者 捐给整个党的 应该归党部所有 但是你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 你认为这个属于党部所有 非私人所有 据说赵绍康呢 奋而退出了新党 不过带着结余款还是离开了 呃有这回事吗 这个刚刚我讲 我今年85岁了啊 这个记忆力啊 真的比较差 那么很多名字啊 我明明记得到 可是就想不起来 这个东西 那么新党成立到现在 也有30年 整整30年了 赵绍康是真正的创党的人 我们也叫创党的元老 但是是他带头 他在立法院打电话给我 这个王委员啊 我们现在要退出国民党啊 这个国民党搞黑津政治 我们要出来给他们警惕警惕啊 组织了一个另外的党啊 我电话呀我就说好 因为我当时看就国民党不行嘛 这个 所以赵绍康是一个非常有干才的一个人 所以国民党才会找来找去 找他做副总统嘛 是 我看很多其他的找一个女性啊 女性啊 对 柯文职找吴欣盈的女性 然后香美琴也是女性 赵绍康 当然他的确有他的有点的地方 那么很聪明这个人 台大毕业的 这个但是你刚刚问的这个事啊 对 有没有这一回事 那我就要特别说一下 就是我写过很多的书 写过二十几本 中间有一本书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圣经上也说的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说都是没有意义的了 所以我一向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就是刚刚你问的什么赵绍康啊 把竞选的经费啊 这么好几亿啊都拿走了 结果我们不喜欢 他就离开了新党啊 对就退出新党啊 坦白说我真的记忆不起来 有这样的事 你不能说他没有 也不能说他有 就是我的记忆中就没这个事 没有这个事情 因为听说你那时候震怒 非常的生气 而且还说这个肮脏人终于离开了 这是人家这样说 我当时没有这样啊 而且我记得当时赵绍康 并没有选过台北市长以后啊 因为这样的事他就退出来了 后来很多年他是新党的党员啊 新党有了个大会啊 他也去哄哄哄哄哄 是这样啊 你有看到的确他在1996年才有一个宣布 因为最近影片也出来啊 就是宣布他退出政坛要投入媒体 是在1996年的时间 的确 这些我们新党啊 有一大票的人 一大票啊 对 在新党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 一大票 一大票 不是几个人啊 讲到这个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间 让我讲啊 大概有个三分钟 五分钟 没有问题三分钟 OK 五分钟六分钟都OK 新党啊 当年成立的时候啊 是很风光啊 国外媒体都报道 国外媒体报道什么 说国民党在台湾分裂 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曾经分裂一次 所以这次在台湾又分裂 出来的这些人都是叮当响的人 或很注意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时非常的盛 所以很多人参加新党 参加新党我们提名 提名比如说提名你小军 做我们立法委员候选人 你马上当选 人家认党不认人 就是这个党推选的人 我就投 那个候选人是怎么样 不知道 认党不认 所以当时新党的气势啊 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等下有时间我再去讲 后来新党慢慢就没落了 有时间啊我会讲啊 我怕耽误你时间讲太多 不会 您现在新党还有职务吗 院长 新党啊 你现在里面还有没有职务 新党我一直都很 我还是新党党员啊 我又交党费的 新党我很关心 但是几乎新党的活动啊 我几乎都没有去参加 只有这一次啊 只有这一次啊 我等一下会讲 这个新党快要完蛋了 你知道吧 快要完蛋了 是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你是王某某 你是创党的元老啊 你要出来给新党打打气啊 所以就叫我参加不分区的立委 排我第一名 现在国民党不是排名 现在新党党主席还是郁木铭吗 现在不是他 现在是另外一位了 所以不是 郁木铭做了18年 所以不去多说他了 然后就说希望我出来啊 现在刚刚讲 国民党不分区的 不是找那个叫谁啊 国民党不分区找韩国瑜啊 韩国瑜 我一下气势打正 韩国瑜 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对不对 这个其他的政党也是这样 那我新党没有办法去找我 我实在是不太愿意 我不是科技 我年纪大了 而且很多年也没有参加 新党什么大的活动啊 等等这样 但是我看不行了 因为现在政府的规定 不分区的选 立法委的选举 如果这个政党得票低于1% 以后你就不可以叫政党 你在外面乱喊叫 另外一次 政府不承认你是政党 我们上一届的时候 新党不分区的得票 是1.04% 好危险了 那个0.04% 如果没有的话 新党今年就不能推选 不分区立委了 就是你不是政党 你不是政党 你自己说是没有用 政府不承认 就多了0.04% 哎呦 这个0.04%对新党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就 新党成立30年来 成立以来可以说始终如一 这个别的政党不大有这样 而且呢 别的政党大概都是往独的方向在走 那我等一下有机会再谈 那只有新党始终如一 说两岸是一家人 两岸要和平统一 是 30年没有改变过 所以 所以新党的路线依然要走向两岸和平统一 所以新党的路线 一开始成立新党 就是两岸要和平统一 就是朝这个方向来走 那么30年来始终也没有 但是这个不能完全怪新党 它的力量有限 但是现在新党如果死掉了 那么大陆那边什么看法呢 说台湾没有了 台湾现在不管蓝的白的绿的 通通都是往台独的方向走 你看新党主让两岸和平统一 你看连1%的票都没有了 死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更加强 中国大陆对台湾武统的那个想法 就要去统 这个我们台湾不大注意 现在大陆的很多的人民 他们希望台湾独立 这个在调查的时候 说台湾总统的选举 你们要选谁 选谁 正是我们台湾 你们现在不是很多媒体吗 他们做调查 就是像现在这样 节目做调查 做民调 然后主持人说 但是等一下投票的时候 台湾的人民不可以投 只有大陆的人可以投 所以大陆有很多在海外 或者在台湾 还有大陆的人 他不能上我们的电视 但是大陆有些人违规 所以他们叫爬墙 翻墙 翻墙 翻墙的 就是他们也可以投 所以一投下来的结果公布了 百分之七十几要投赖清德 你们不是反对台独 怎么喜欢他 对 他说他如果又当选了的话 我们就对外宣告啊 台湾是独立走独立的方向 跟我们是永远分开了 你看主张最独的这个民进党 蔡英文两届 现在赖清德又当选了 表示台湾人民的心是妄独 我们没有什么和平统一的希望 那我们就武统 武统打一巴掌就统了 所以他们喜欢投就这样啊 你知道吧 所以有些事很难想 所以新党的存在非常重要 新党会希望中国武统台湾吗 新党会希望解放军攻打台湾吗 我主张武统台湾老早是武统 不是新党希望 新党希望两个和平统一 我们两岸的人都是一家人吗 从前讲我们是炎黄子孙啊 你是哪里人啊 像我是安徽合肥人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安徽人 你是哪里人啊 江苏人 你是哪里人啊 台湾人 都是一个嘛 只是台湾偏安了久了以后啊 这个世界上都有这个现象 就一个国家的领土的一个地方 因为某种原因偏安很久 独立的思想就会跑出来 说我们不要跟他搞了 咱们自己当家好了 这就有 台湾也是这个的现象 但是在 台湾在这块土地里头 拥有自己的主权 拥有自己的人民 我们就是一个 不然我们每年选总统在选什么 我们不是应该跟两岸互不隶属吗 不是 如果说 如果是真的你独立的话 那就叫台湾共和国嘛 他们现在名字叫台湾民主共和国 他们的国旗就是上面一个台湾倒立的 就是这样 中华民国不是现在大家最大的共识吗 这个在 你说在大陆在台湾 在台湾呢 现在中华民国不是大家最大的公约数吗 维持现状 现在在台湾 多数的人慢慢是走向台独 那民进党说我主张台独 你主张台独有什么用啊 你看这么多人民几百万人选我 表示他们支持台湾独立 我才会蔡英文当两届 陈水扁当了两届 蔡英文两届 现在赖倩的如果又当选 那个意思是表示 不是单单民进党的这个党主张台独 是台湾那么多几百万的支持者 说我们愿意跟到民进党走独立的路 我们希望台湾 相当的国家的名字叫台湾民主共和国 这才有意义啊 叫什么中华民国啊 我们讲如果和平统一啊 或者武统啊 中华民国就不见了 中华民国国旗就不见了 台湾走向慢慢 希望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有问题吗 不应该吗 不是吗 不应该吗 台湾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我们现在 正在慢慢朝向一个正常的国家 从1996年 台湾就开始民选总统了 中国有吗 为什么一定要把台湾锁进中国里面 中国一个一党专政 它里头宪法里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宪法 就是一党专政啊 为什么把民主国家锁定一党专政里面呢 就我们台湾来说 我是民主国家 我要成立我的国家 叫做台湾民主共和国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也不是这个你的一个省啊 我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我民主我要照我的生活的方式来过日 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对 但是在国际现实当中 又顾虑到很多国际的现实状况 刚刚问题如果是这样啊 说有什么不好呢 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 很好啊 是 很好啊 是 所以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国防战备 很好呢 怎么样呢 那你去做呀 我们现在正在做啊 一步一步迈向民主化的国家 你说我就打你一巴掌就完了 你就死了 我们现在都在做 你觉得呢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有灭亡吗 你做到就刚刚讲 如果再当选 绿的更厉害 大陆就觉得 两岸和平统一 没办法了 他要脱离我们啊 那现在我就打他一巴掌 就好了 那你说老子不怕打 可以可以可以 是 所以我们一辈子受到中国 受到习近平的恫吓吗 所以我们国防不能发展 我们的军备不能够加强 是这样子吗 我们国防发展 军备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跟大陆对干一下 对不对 这表示你要打我 我不怕 是不是这样啊 不用吗 不用加强防卫吗 不需要吗 加强防卫 明明知道隔壁有一个恶邻居 一个流氓 处处要欺压你 要侵占你的国家 我连基本的防卫都不应该做吗 院长 不应该吗 可以可以啊 你讲的可以啊 所以说他 那为什么加强防备 就叫做是挑衅 就叫做是引战 为什么啊 这什么邏輯啊 要结论要慢慢这样啊 对面那一个大的 现在叫中华人民国 很差劲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弄自己的 有什么不好啊 我没有说不好啊 我没有说不好啊 很好啊 大家愿意就这样干嘛 就这样干 问题是你能不能这样干 你干了以后 他是什么反应 这样注意 他认为你是他的一部分 我们从前 中华民国也是讲的一样啊 中华民国 台湾省啊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不许多谈 谈了会噼里巴拉 噼里巴拉 讲了一堆的东西 我要回到你讲的 不从历史脉络 不论可以去查历史 从荷兰时代 包括西班牙时代 一直到满清 到日本同志时代 台湾从来就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从历史脉络来看 从来就不是 两岸互不隶属 这是一个事实嘛 小金啊 我就不想去多谈这个 多谈这个 就谈一大堆啊 那个我们的 研究的专家 都讲了一大堆了 那我这样讲 不是 院长一直在 你还有很大的憧憬 2020 习近平告台湾同报书里头 已经告诉大家 没有一国两制啦 你身为新党党员 你还在 你还在幻想 有一国两制吗院长 你们认为 还有一国两制吗 一国两制就是和平统一 这不是幻想哦 习近平告诉你 没有这个方案了 没有 就是一个中国而已 2020 习近平的告台湾书 已经告诉你 九二共事方案 根本就是所谓 没有一国两制 你要讲主要 这个就是很危险的状况 就是我们想和平统一 像香港一样一国两制 将来台湾就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特别行政区 叫这样 即使你愿意这样 他都说不要啊 你懂吗 这是很恐怖的 所以他说不要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 大陆的人民 我们就24小时365天 年年受他的威胁 然后生活在恐惧当中 什么都不能做 保护自己 国防也不要 都全部废掉了 汉光演习都不要 你跟我讲国防不要 国防要好吗 国防为什么不要 一个国家 国防是一个基本的 没关系啊 你说要好吗 当然好啊 为什么 加上国防配备 为什么不好 我们要的国防很大钱 就是要对付他 怕他打我们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慢慢大钱 现在我们征兵 又恢复一年 很多年轻的孩子要倒霉了 对不对 没有 为了国家要牺牲奉献 等等这样 但是呢 我们中国大陆要武统台湾的话 你认为我们可以跟大陆干一干吗 所以呢 你说 永远悲欺屈公 永远跪下来求他 院长你的礼路是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我们跟大陆 旁边一个大流氓 我连 我知道他一天到晚入侵 要霸占我的家 我连安全 我的保全系统 我通通不能够请 全部废掉 然后天下围攻 不要讲那些 我现在就要讲 所以中国大陆说要武统台湾 派军队打台湾 是他永远在东河台湾 对对对 那么你说台湾 可以征兵 还有美国帮忙 我们就跟大陆干一下 你是不是讲这样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不是 我们至少要先壮大自己的国防实力 这是基本的 不不 你壮大是不是要跟他这样对一下 那我们告诉你 不是我讲 我也不是军事专家 我们前任的国防部长 叫冯国才 前任的 冯国才 二马冯 他是国防部长 哪一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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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国才啊 国防部长啊 是冯事宽吗 冯事宽吗 有冯国才这个人吗 冯事宽 可能是你讲对 这我记不太清楚 姓冯 我叫冯 冯事宽 冯事宽 对 冯事宽 他在立法院答复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说 如果解放军来打我们的话 禁犯我们 我们可以打几天 打几天 那么这个冯部长 国防部长在立法院答复说 可以打七天 一个礼拜 七天 七天以后 就是俏俏了 就打败了嘛 可以打七天 第八天就不能打了嘛 就输了嘛 那我讲七天 七天以后啊 美国人就会来了 我们这样能守住七天 假如守不是守 一天美国人来都来不及嘛 他说守七天 这样美国人就可以来了 美国人来的话 美国的武力 比台湾当然要大很多 跟中国大陆 就会干干干干干 是这样讲的 你听懂吗 他说七天 大陆的就会来了 那我告诉你呢 这个美国的军队这些 不会来的 不会来的 但是我不要跟你 或者跟观众朋友辩论 说会来不会来 我不要辩论 我就说 就照你们大家讲的 美国对我们太好 果然来了 有七天 就一打美国军队 所以赶快准备 航空们要通通来 七天 他的军队都上台湾岛 空空空 就跟中共军队对干 对干呢 可能中国大陆 不一定那么有盛面 盛的机会 不一定了 我们就有希望了 那我刚刚讲 你去问各个专家 美国是不会来的 那我不讲他不会 我说他会来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长他人志气 我说美国会来 你为什么你的 你的语气是跟中国一样 在恫吓台湾 为什么 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长他人志气 一个摆在现实 一个中共在欺压台湾 我们在加强反飞 我们不是要攻打中国 你这样讲就不对 我们不是要攻打中国大陆 我们只是要自我防卫 不是我的 这个很糟糕了 因为我们从来不求战 我们希望两岸和平 台湾的民众 我只是做到我自保的能力 那我现在就讲这个吧 我们怎么自保能力 就是要引战呢 你讲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爱和平 对啊 我也爱和平 都爱和平啊 那么现在如果 中国大陆打过来 我们的国防部长讲说 我们可以打七天啊 不是我讲啊 不是说 你应该讲 我们可以打几个月 最后把他打败 这样讲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要加强我们的军售 美国为什么要给我们 这么多所谓的防御性 甚至有攻击性的一个武器 为什么在军备方面 尤其在国防预算方面 在新的年度里 我们几乎增加50% 几乎要比喻像北约的2% 日本其实也是啊 先不讲那些 你讲的那些报纸 为什么你不批判中国呢 对啊 你也常常去中国当义工 你自己也知道中国的状况 中国现在经济跟内政 跟政治乱七八糟 我们要跟这个国家两岸一家亲 好 我知道 我们反共不反中 但是总是要知道 这个恶霸流氓 到底长什么样子 要认识他嘛 我们现在讲啊 就照你讲好不好 中国大德是恶霸 混蛋 把他骂了一大堆 对的 现在他说老子这个混蛋 我就来打你 然后呢 那你要怎么样 应应啊 啊 你要怎么样 我这样讲 我们就这样讲嘛 他说你骂我混蛋 什么蛋 什么蛋 王八蛋 都可以你就骂 你骂了我打你嘛 我打你 我们国防部长讲嘛 他来打我 你觉得我们跪下来求他 我们跟他说两岸一家亲 他就不会打我们吗 他打我 我们可以守七天 这样听懂吗 我讲的很逻辑啊 很清楚啊 那你觉得台湾 七天啊 所以你觉得台湾怎么应应 那你觉得台湾怎么应应 这个恶霸 这个流氓 一天到晚要霸占我们的国家 要解放军 要解放台湾 我不要讲我怎么 我来问你 问观众 自然就有答案了 自然就有答案 说 他说 他是混蛋 王八蛋 怎么可以打我 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老子就打你 他打了 打我们部长讲 可以打七天 七天以后呢 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台湾人民 反对共产党的这些东西 我们要讲 这样怎么办呢 美国会来 那有人说美国不会来 好 我们不讲这个不会来 我们说会来 美国大军就通通来了 那两边就打起来了 这样打起来 台湾就变成乌克兰第二 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今天不要想得很开心 那个混蛋 那个霸道 我们老子跟他干一干 买个美国更多武器 跟他干一干 院长你这是什么心态 为什么 你应该要是义愤填膺 你应该去呛下 你花了这么多的资源跟精力 去帮助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多年来你有没有改造到他 你有没有改变到这个国家 你讲这个严重了 我怎么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 改变他嘛 我刚刚的问题 那么我们无从改变他 不是 你没有跟到我的话走 我们无从改变他 我们壮大自己不行吗 不是 你没有跟到我的话走 那就不能谈嘛 对不对 我说鸡蛋 那你要说馒头 就没有办法讲嘛 那我是说他这个混蛋 好不好 他要武统台湾来打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我们就好啊 老子跟你拼啊 对不对 好那来拼 我们的国防部长说 可以拼七天 七天美国人就来了 我们就假设美国人会来 大家很开心 美国来 美国来一打以后 台湾就变成乌克兰第二 孤儿寡妇满街跑 赖民营处处都是 工厂被打垮掉 十业这种 那就惨不忍睹 你知道吗 那要怎么讲 说那个混蛋 你怎么可以这样干涉我的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为什么 我先不要讲那些 台湾人民是犯了什么错 不不不 你要跟着我这个话来讲 我不是说你要跟着我讲 我不跟着你讲 我就是说是这样的状况 那你说要怎么办 不是你啊 你是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觉得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现在再讲清清楚楚 大陆那个混蛋 王八蛋 什么蛋 插进流氓 他说老子要打你 为你就是要统一 统一 那不是院长 我觉得不用在这边绕 一个国际世界里头 都知道中共这个强权 它的军事扩权 已经危害到 其实周遭了非常多的国家 这是一个事实吧 这是一个事实吗 民主同盟 大家的团结 这个事实是国际 他危害那个危害 那是他的事 而且是那个国家 我现在关心我 我们台湾人民 我说他要武统台湾 来打台湾 我们要怎么办 这是个事实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要答复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壮大的自己 不应该吗 他来打我们 他来打我们 我们大家都上战场 像苏珍这样一样的 拿了扫把也要上战场 好我们就上战场去打 对啊 本来捍卫自己国家决心 跟毅力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吗 有错吗 你这个问话不对 我没有说我们来捍卫国家 跟他打不天经地义啊 天经地义啊 是天经地义啊 天天天经地义啊 对啊 跟他打完以后呢 输了 嗯 输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孤儿寡父满街跑啊 这样那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希望台湾人民是 过乌克兰那样的生活 民主我们知道在军事方面 有它的悬殊 但是小小的国家 面对一个军事强权 面对一个军事强权 跟我们如此悬殊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要 就不对称的战争 这是为什么台湾要面临 这是台湾困境的地方 是台湾悲哀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认为跪下来就有和平吗 是吗 你要讲的东西 是跪下来就有和平 是这样子 不然你觉得台湾怎么办 你台湾跪下来 他也是要打你也不一定 没错 没错你跪下来 还是没有办法换取和平啊 如果台湾真的跪下来 所谓跪下来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就和平统一了嘛 我们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省 是 如果你这样就没事 是 所以你乐见解放军攻打台湾 你乐见解放军进来台湾吗 是吗 你乐见吗 不是 刚刚你讲的东西 我们要让我们观众朋友 话题要对照 我说不是要跟着我讲 我就讲的很现实 那个混蛋 那个王八蛋 他说我要打你 那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说你怎么可以打我 我们爱和平 我们很好 你怎么欺负我们 你就一直叫一直弄 备战 备战 我觉得不要在这个地方绕圈圈 我们的备战 我们加强我们的防卫 我们军事的预算 为什么会增加100倍 百分之100 为什么 会从3000多亿变成是6000多亿 备战才能避战 你要让他有动客 你一旦敢动台湾 你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为什么习近平这样说 2027 203 我不会攻打台湾 我想内部 他自己一定会有一些 所谓的割派势力认为 你讲的完全对啊 是啊 要避战 你就要备战 备战 有一天我们比他还厉害 他就不敢打我们 你看二三十年前 他也不敢打我们 就是我们比较厉害 现在他敢打你 就是我们比较不厉害 我们跟大陆的形势是什么 你知道吧 我讲了大家又不喜欢 犹太人很有智慧的 他们智慧的言语中间 他说这个鸡蛋跟石头相碰 鸡蛋一定倒霉 鸡蛋碰石头 鸡蛋完蛋 石头打鸡蛋 鸡蛋完蛋 他说主要是实力的问题 今天我们跟大陆的形式 它是石头 我们是鸡蛋 你怎么跟他碰 你怎么讲多的道理 我不可以追究和平吗 我不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刚讲的都可以 他这个王八蛋 他说我是石头老弟 打你 你要怎么样 他说不可以这样 他气死我了 好 你气我 然后你就说 我们来备战 好 你备 你备吗 不该备战吗 备啊 我赞成备啊 那我问你 院长 你是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一份子 对不对 台湾什么 你是在台湾土地的一份子 没错吧 对不对 你生长在台湾 台湾也给你非常多的养分 台湾也让你当财政部长 或者是成立一个新党 当然党主席 监察院长 对不对 台湾这个国家 赋予你非常多的权力义务 这没有错嘛 对 台湾难道不应该反共吗 不应该吗 所以刚刚讲台湾应该反共 你刚刚讲 我今年85岁 我10岁的时候来台湾 所以我在台湾75年 是大家讲的 喝台湾水 吃台湾米这样长大的 你今天怎么会主张大陆打你 我没有主张 我是说他会 我没有主张 我们也知道他会 我要见到大陆的领导 台湾三军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打台湾 一年365年年年都在备战 好 所以刚刚讲 一个话题 一个话题讲 你说台湾对我不错 我对台湾也很好 我没有说叫大陆打台湾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说他会打台湾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开这个战 因为他是石头 我们是鸡蛋不能碰马 要告诉老百姓 老百姓不晓得以为我们不是鸡蛋 我们这个鸡蛋慢慢变成石头鸡蛋 好问题那怎么避震 你点出一个很关键 那怎么避震 你意思说你也爱台湾 那怎么避震 那我先讲一讲 我怎么爱台湾 大家不晓得 我爱台湾 我刚刚讲75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 我绝对对得起台湾人民 几十年前我就讲过 你了解我过去就过去 你也会知道 我做什么官僚 我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我都拼了命干你知道吧 结果我被国外的媒体 选为亚洲最佳财政部长 亚洲很多国家呀 台湾中华民国 两千三百人很小 我当选亚洲最佳财政部长 在台北市的来来大饭店隆重颁奖 几百人参加 外国人 外国人来颁奖 我拼了命为台湾做 才会做得这样好 然后后来叫我下台 参政部下台 我也选立法委员 第一高票当选立法委员 那个时候任期是三年 不是现在的四年 三年每半年一个会期结束的时候 就做民意调查 说这个半年哪一个立法委员 问政最好 小弟第一名 我就拼命问 问政问得好 那个官员才会努力去做事 问政我小弟第一名 这样 我对得起台湾吧 然后我和我太太还有好朋友 我们成立了六个慈善基金会 我和我太太慈善的捐款 大概捐了超过新台币一亿元 我们说公务员 不是像人家大老板 一亿元很大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超过一亿元 有钱就来做爱心的事 这个一亿元大概90% 都是用在台湾 用在台湾 所以请问台湾人民 我这样子难道还对不起你们吗 我做监察院长 我认为监察院是混蛋院 根本做不了什么事 我院长拿了好几万的 好几千花的薪水 那你为什么要做好做慢 全部捐出来 而且联合报 头版头条 不是二版头条 头版头条 说王院长全部捐出来 一个人 我说我爱你 我钱都给你 可以表示是爱了吧 那不然怎么讲爱 我觉得你讲这些 不管做立委 财政部长跟监察院 台湾对你不错 好像你这么主张大陆武统 我没有主张大陆武统 我是告诉大家 我爱你们 大陆要武统要小心 我们做事 我是讲这个 我没有说 那你还在主张两岸统一 当然 你认为两岸统一 你不统一 院长那你现在还有退休凤吗 还有什么 每个月 每个月国家还有给你退休凤吗 每个月 有有有 你觉得两岸统一之后 你的退休凤还存在吗 两岸统一之后 还可能选立法委 两岸统一之后 你的财政部长 依然可以在民主政治下运作吗 有可能吗 如果这个推测 不晓得 如果是和平统一的话 我们台湾这些通通照旧 和平统一就是这样 一国两制的话 就是一国两制呢 就是中华 还有一国两制吗 我就告诉你2020 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 已经告诉大家 没有九二共识了 没有一国两制了 对 那你看到香港 你都不会觉醒吗 院长 你看到香港 你不会觉醒吗 假如像你 你不害怕吗院长 看到香港 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五十年不变 一半就 香港变成什么的状况 你讲什么东西 你讲 你不担心不恐怖吗 的东西 我担心恐怖 我没有说我不担心恐怖 我担心恐怖怎么样 那你口口声声 还要跟中国统一 讲话不要怕他 我们跟他干 是 这样讲嘛 这样讲 我们只要互不隶属 这么单纯 你过你的国 你过你的强国 我们过我们的国家 只是两岸互不隶属 有这么难说出口吗 你主张这样嘛 可以主张 我也可以主张这样嘛 他说不要嘛 是 所以呢 那你要怎么样 那所以我们就委屈求全 就是没有嘛 你是鸡蛋嘛 我们是鸡蛋 他打一下你就睡了嘛 我们会永远是鸡蛋吗 他会永远是石头吗 永远是鸡蛋吗 是吗 可以可以可以 他现在还是石头吗 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还是鸡蛋吗 没有关系 你现在说我们永远鸡蛋吗 把台湾变成不是鸡蛋吗 跟他一样是石头吗 是 可以啊 可以啊 本来就要壮大台湾 不是吗 可以啊 我们结论就是壮大台湾 跟他对干 所以你到处演讲 应该是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继续壮大台湾 我就不去多讲了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 对 我们要备战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跟他对干 不要怕他 不要怕 不要怕 我们台湾人民怕什么 不怕不怕 就讲这样 他没有多久打你了 你说你的混蛋 你在混蛋他也打你了 是 我们都知道 中国从来没有放弃 要攻打台湾 我们都知道 他从来没有放弃 你知道就好啊 是 所以呢 知道要怎么样啊 然后呢 那你觉得 院长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觉得年轻一辈 怎么因应这个状况 怎么知道这个中国的局势 年轻一辈可怜啊 被我们这些老一辈子 这些混蛋 在这里教育的 说不要怕他 跟他干 跟他干 谁去干 都是年轻的 要去干 干了你送死 就死了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法 有照顾到年轻人吗 没有啊 就像军备延长一年 这些可怜的孩子 就要当兵 多当一年啊 嗯 所以在韩国 在我们周遭的国家 印尼像的马来西亚 他们当一年的孩子 都是要当炮灰 是这样子吗 他们的是啊 我相信就是说 当我们的很多的国防 让这些孩子 他们去从军的时候 是不是让孩子 变成是个牺牲的 变成是个炮灰 这我觉得我们 我们在国防方面 的确要有这样一个思维 你当你把你疫情 从原来四个月 恢复成一年 这是一个国家在面对 面对一个国防实力的展现实力 应有一个思维 我觉得不反对 但是你要怎么样 让这些感觉说 好我从军 我从四个月延长我一年 但是你不要让我成为炮灰 这是国防应该要加强的地方 我们军备应该加强的地方 我相信这几年来 我们的很多的飞弹 尤其长城飞弹的一些量产 这些计划 这些研发 中科院它已经变成 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单位 甚至是一个量产的单位 这一切的改变跟准备是什么 即使是告诉大家 我们是有所准备的 不是吗 这个贺组的力量 不是应该传达吗 你刚刚讲到中科院 大概就是军方的中山科学院 他们对军事研究很多的 中山科学院的院长 在一次亚洲论坛对很多人演讲 他说中国大陆解放军要打台湾的话 有六波就是波动的波 六波 例如说第一波 无人飞机上千架了 把台湾的军事雷达通通炸毁 炸毁以后 军事雷达炸毁 就军事眼睛没有了 所以人家飞弹什么来都不知道了 第一波 然后第二波 第三波 有六波 那人家就问他 这个六波要打多久啊 打多久啊 他说六个小时 你是讲中科学院啊 讲专家啊 不是你 不是你赵小军 也不是我王建轩啊 他说六个小时 他说六个小时 台湾瘫瘫瘫瘫就是完了嘛 那台湾瘫瘫 他说你不会看到一个解放军 也不会看到一个美国大兵 那我加一个说 也不会看到一个台湾兵 因为现在的打仗 跟从前我们在电影上看 飞机丢炸弹 机关枪趴在那里打 不是呢 看不到了 那你看到这个报告 我不知道报告真跟假 人事实地物到底是什么时间 观众可以爬树一样 那你相信吗 台湾的国防真的这么脆弱吗 他的一波一波都可以成功瘫瘫 你说我们的国防 是不是这么脆弱 对我们这么脆弱吗 第一波他的无人机过来 我们全面被摔毁 被瘫瘫 小军啊 你讲我讲的 我刚刚没有说我讲啊 我们讲打七天是国防部长讲的 是你现在讲六波全面摧毁 六波这是中山科学院讲的 你刚刚提到这种 这是人家对我研究的人讲 不是你我他不是这 我取的是这两个人讲 报纸有灯的 是这样的 我想我们不断章取义 我也不相信我们的国防实力里头 你说这个六波每一波过来 我们似乎完全脆弱到如此 若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的国军 对我们国军来讲 我们三军目前全面性的备战 或者是我们的研发单位 我觉得这是一大侮辱 那我也不相信 他们是如此脆弱 你不认为这样 当然可以 我们每个观众朋友 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嘛 但是我们想的时候 这逻辑还是要清楚 我刚刚一再讲的 不是我讲 是国防部长最有资格讲的 他说七天 中山科学院 你刚刚提到他 他讲的就六波就完蛋了 是这样的 不是我讲 不是我讲 那你应该在今天 小军超人Plus的节目里头 应该依你的智慧 依你的在社会上的一个地位 应该告诉大家 不行喔 我们只有七天 我们去加强我们的战备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不是 我们加强战备来不及 我们要的就是跟大陆 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个良好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统一 不过怎么统一 我们大家来谈 大家来谈 为什么维持两岸的关系 目标就要统一 为什么 危不危险我不知道 我认为这是 在危险两岸的关系当中 不是 你说要维持两岸之间的关系 就要统一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维持两岸的关系 你走你的国 我过我的国 两岸互不隶属 为什么不是这样子 我没有说你讲的不好 你跟他讲嘛 说我们维持和平关系 你一国我一国 你跟他讲嘛 现在在野党不是拼命 就是要跟他谈判吗 其实民进党认为在对等尊严 谁跟他谈谈 现在不管是柯文哲 不管侯友宜 都说可以跟两岸好好的谈判 你觉得他们有能力的谈判吗 可以啊 我们就选他们 让他去谈判吗 是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 所以呢 可以吗 你觉得柯文哲有能力去谈判吗 还是侯友宜呢 还是你过去的小老弟赵绍康呢 你觉得赵绍康现在路线是怎么样 还是新党的路线吗 还是现在已经福音国民党了 我们要的不多 我们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国 我们要这块土地 我们就是要我们这块土地的所有的子民 我们的子孙 可以在这个地方安生立命 我们要就这么简单 过分吗 不行吗 不过分 是啊 不过分 他说过分啊 是啊 是他过分 我就打你啊 那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引战吗 我们有挑衅吗 对啊 不过分 你跟他要求嘛 是 所以呢 哪里幼稚了 要求他 他说不要嘛 他说不要 然后呢 我们就说 那不要再打你嘛 然后我们就怕了嘛 我们就退缩了 不要怕啊 不要怕 到那天你也可以去打呀 不怕呀 像苏贞昌一样 拿了扫把去打呀 大家都拿了扫把去打呀 你认为不应该吗 国人不应该有一个决心吗 不应该吗 不应该 不应该吗 你一直讲苏贞昌 苏贞昌提到的是一个捍卫 当强敌要欺武台湾的时候 他那个扫把其实是一个捍卫国家的决心 然后拿扫把不对吗 我这个手上完全没有任何武器 我只有扫把 我拿扫把跟他拼 有错吗 各位观众朋友 有一天老共打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有什么东西拿到 反正去打 最后没有东西就拿到扫把 也可以去跟他打 伟大 我就这样讲 大家满意了吧 你也满意啊 但是我说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讲这样的话的话 我不要讲粗话了 叫狗屁 今天这个还拿了扫把 当然拿了扫把 他是个举例了 就是说我们都要勇往之前 是这样的 那我再告诉你 台湾的 所以不是吗 台湾的兵是怎么想法 你知道吧 这个十几年前 不是 因为你刚刚的扫把说 我可不可以再听清楚一点 那不是吗 扫把怎么样 当外武强权在欺负你的时候 你手上已经手无寸铁 只剩下一把扫把 然后呢 不然呢 拿扫把 朱镇昌绝对不是说拿扫把去打 如果拿扫把去打 当然也很好 这是个比喻 就是我们打到最后 我什么武器都没有 只有扫把 我也跟你拼 就是拼到我就死了 你就让对方 这个是了不起的 那国际间知道 我们有捍卫的决心 我说好嘛 我没有说不好 那很好 然后去嘲讽 好啊 我现在不讲这个 对对对去打 当 您说您 你也爱这块土地 你也爱台湾 我就要问你一个 我刚刚讲的 台湾有几个像我这样爱台湾 现在台湾的政治上面 这些家伙每天报纸看的 都是雾七八糟的事 他们口口的人爱台湾 他们有我这样爱台湾吗 我刚刚讲的 我做哪一件事我都是努力在做 财政部长 亚洲最佳财政部长 财政为庶政之母 那你为什么想方设法把台湾要送给中国 为什么 你的理路里头为什么 我没有讲要这样 我是说他要这样 你明明知道他要併吞台湾 是啊 他要併吞台湾 我是告诉台湾人民这个事实 他要併吞台湾 他说台湾是他的 你同不同意没有 他说要这样 他能力办得到 办得到 我说我们国防部长说七天他就办到了 我们的中科院院长说六个小时他就办到了 我不是说我说办到 我引用这样的专家 而且是军事专家 说告诉我们的老百姓是这个状况 那大家说打七天就打七天有什么关系 打到最后大家死我们统统去嘛 好啊 好啊 可以 大家愿意就这么干 那你认为台湾这样的处境 让中共来攻打 是因为我们引战吗 我们挑衅他们吗 台湾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我们有招惹中共吗 院长 我们有招惹他吗 你招惹他 对我们有招惹中共吗 对 我们有引战吗 我就不去讲招惹不招惹 因为我现在讲招惹 还是不招惹 观众朋友可能听得懂 你听不懂 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招惹他 他认为最大的招惹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自古就是这样 你今天这样要脱离我 老子就打你 那你说我要过我的日子 你何必要打我 你讲这些我就不多谈 我只是说他的状况 如果中国大陆说 你要独立也可以 不跟我合一个 随你 那可以 那我们自己搞就可以了 我刚刚并没有反对说 我们要跟他合不自己搞 我说要跟他合是避免他打我们 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说不跟他和平统一 那你说我要搞我自己 台湾这个国家 我要自己生存 讲那些东西 都对 都对 他说不要 那你要怎么样 老子要打你 找个理由就打你 那不倒到现在 乌克兰死掉几百万人啊 还有其他的无家可归 惨透了你知道啊 那要怎么样 不怕不怕 我们拼到底 可以吗 拼吗 那你觉得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避战 啊 我们怎么样那个避战 怎么样中国才不会打我们 那怎么样 就是和平 台湾我要跟你合同嘛 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模式嘛 香港现在还有一国两制吗 一国两制 香港现在还有 你不要咬住那一句话 有人是这样讲 大陆有人 我们就讲现状 大陆有人是说一国两制 现在也不要 大陆人说不要一国两制 我就是要打你 为什么 你不晓得吧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大陆的人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国两制啊 一国两制以后 你们就会享受很多 其他的制度上的东西 我大陆的人不可以 那我大陆的人 将来就比你们香港 你们台湾的人 低等 我是次等国民 干嘛 今天不要来这套 然后就打他一把打 所以1997年的承诺 50年不变 说变就变 他不要和平统一 是这个理由 那1997年的承诺呢 50年不变呢 你当初 当初在中英联合声明里头 怎么签下50年不变 所以说变就变 这个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 这些我就 我懂得你的意思 这些我们就不去细谈了 就谈到远的了 我今年已85岁了 我还有社会线癌 我台湾就要 马上就是打完蛋 我也不会怎么样 那其他年轻人呢 看到那些孩子们 可怜啊 可怜啊 你看到 乌克兰 看到以色列 跟哈马斯这样的 多么的惨啊 多么的惨啊 一个小女孩 打了以后 腿被锯掉了 他一醒了 为什么腿没有了 他说我要我的腿回来 抱着灯大大 怎么回来 打掉了 有很多好几百人 腿啊 锯掉了 不是可以医哦 可是没有药 没有药呢 就不能医 你听我讲完 没有药不能医 就要一次炎炎炎 就会死掉 觉得赶快截治保命 是这样的呀 是怎么样 很多医院里面 没有医药 很多人在那边 要死不活 狗就野狗进去 啃 多么凄惨的 这个战争 是大家要 千万千万去避免的 不是说 拿了扫把 勇敢要去干的 不是这样的 我是用爱心 说诚实话 对台湾人民 对大家好 我希望大家 老金里面 能够想得很清楚 是这样的 你讲两千三百五十万 在台湾这块土地 你觉得有谁 真的想要引战吗 那个 有吗 我觉得 你可能讲的 你也觉得 你讲的那个主张 不太有道理 因为你讲的声音 越来越小 我耳朵不好 我听不见 真的哦 你觉得在台湾 有人想要战争吗 想要什么 有人想要战争吗 在台湾有人要战争吗 需要战争啊 对谁要战争 你要战争吗 不要啊 我要战争 不要啊 当然不要战争啊 但是我们不要战争 战争就要来了 你要想办法很聪明 能够避开这个战争啊 我们要够聪明啊 不是说老子跟你干 美国来就可以了 那怎么聪明 那怎么做 怎么做 就要跟他保持和平关系 来谈和平统一啊 就只有这个路 我不骗你啊 我不骗我们观众朋友 那你有看到政大选严中心吗 如果你认为这是应该做 为什么政大选严中心里头 认为要跟中国统一的 变成已经是个位数 为什么 我现在先不讲那些好不好 我就讲 不是你一直鼓吹 可是你这是个位数的民意啊 为什么 主流民意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支持跟中国统一 在台湾的民调是个位数 没有关系 个位数就是台湾不准 不希望跟他统一好吗 就不等他统一嘛 嗯 我又不要讲什么 我只是把道理讲出来 大家说不要跟他统一好吗 那你们想你的你的道理 只有个位数的支持 对 你们想过为什么 可以嘛 就这一条路 没有别的路 那96%的主流民意呢 没有关系嘛 6%就6%嘛 没有关系啊 各位所有的海内卫国12月6号 小军姐的第一场live show 即将要登场 早上11点钟 我们有两场 第一场是宇北辰 第二场是陈伯伟 要来听听看吗 live show来 跟小军姐展开第一场的约会 包括跟宇北辰 还有陈伯伟 现场的感觉 当然跟你看所有的电视啊 或者在YouTube里非常非常不一样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2月6号上午11点钟 不见不散 当然 要赶快报名 先报先赢 我们12月6号见